And the Gunders Prop7 好啦 我不再放啦 真是小氣 各位觀眾老爺 你們好啊 我是 ă泥妹飯 歡迎回到巨人梗十大盤點 上回說完了第十名六到第六名的五個梗 B站沒兩天就有幾千人上千圍觀啊 作為新人UP我還是很開心的 我拜托你们两架维持意见统一好不好 我就没有一个视频能在B站油管同时火的 或是量的到不少 天天冰火两重天搞得我很乱啊 这视频题材到底选的对不对啊 好了 今天就来说说这巨人梗的前五名 别再说我挖坑不填了 这不是挺利索就给安排上了 原来不就是一个视频给你拆开的吗 闭嘴 第五名 上课小动作 恒景同学虽然坐在各种山津野怪经常出没的教师最后一排 但他却是个认真上课的好学生 然而坐在他旁边靠窗位的公安同学 就真的是个动画男主啊 上课从来不听讲一直在做些有的没的 惹得恒景同学那是各种吐槽 在动画第十八集 午休吃饭 关同学的便汤喝里只有一道菜 章鱼香肠 虽然有些膳食不均衡 但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只不过这个吃的方式 惹得在旁边偷看的痕景吐槽火力全开 这一整机都在玩巨人的那套 而且关同学这个表情模仿的也太香了吧 此处巨人乱命 致敬度7分 惊喜度7分 平均7分 第四名 萌萌侵略者 高中生加纳圣衣在被青梅竹马甩掉之后 撇开一切城市繁扰 认真潜修欲窄之术 终于成了高级加利敦 为了混口饭吃 在网上做了入职测试 一口气答对了200到二次元问题 被政府的有关部门立刻录取 币站的那个是不是也这个原因 绑票到异世界宣传日本オータク文化 成了货真价实的蒙屯传教士 在第三集中 日语私塾里坐无缺席 而我们此时的男主 已经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他手中拿着课本 两腿之间夹着萝莉 这不重要 大声的 富有感情的朗诵出了课文 欢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 窗外飞过的龟鸟 预示着夜晚的来临 此时依旧以糟糕的姿势 坐在男主身前的罗莉 翻开了教科书的新一页 话说这张原话 就是扫巨人漫画的原图吧 真的不要紧吗 此处巨人乱入 致敬度8分 惊喜度8分 平均8分 第三名 我太受欢迎了该怎么办 女主秦昭花衣 是一位典型的自嗨型扶女 过着胖但开心的小日子 然而某只因为目睹 自己喜欢的角色领了便当 而抑郁成疾 终于 而伤心欲绝 茶饭不思 几日后 竟瘦成了一道闪电 妈蛋这哪是瘦的 这是回炉重造的吧 在第三集 学校又要搞学圆祭了 那么女主所在的班级 决定举办cosplay咖啡厅 而cos的衣服 自然是翟莉在线的女主准备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在这之后的广告break 有一张女主cos巨人中 土豆妹的单图 而她的声优 小林优 也正是土豆妹的配音 所以只有女主cos 可谓是毫无违和感 此处巨人乱入 致敬度9分 惊喜度8分 平均8.5分 第二名 阿松 上世线60年代 赤种伯尔夫同名漫画 第三次动画画 讲述松野六胞胎 长大成人后 一边当加里敦 一边求职的故事 就是这么一部不靠外部人设 仅仅一张性格描写的另一类作品 却意外爆火 光手券总销量就力压巨人 排名历史第三位 开篇一上来 前身还是黑白动画的松野六胞胎 就为如何能讨好现代观众 而展开了颇有建设性的讨论 在后面短短的5分钟之内 六胞胎模仿了几乎所有当代大作 Neta都倒数不过来 而其中斗丁泰的登场最为震撼 抓着人心涮火锅 把巨人的老脸都丢尽了呀 此处巨人乱入 致敬度9分 惊喜度10分 平均9.5分 第一名 忍者神龟 这个变异乌龟 败食变异老鼠的故事 就不用我多讲了 不了解的自行姑娘姑口去 2012年开始在北美上映的 忍者神龟第三次动画画 采用了全3DCG进行制作 四位身手矫健爱吃披萨的忍者龟 依旧过着插科打魂 乘奸除恶的日子 而在本系列第三季第21集中 经过一番战斗 我们的大boss史瑞德 沐浴在了一桶迷之鱼营养叶中 成功升级成为了 The Mega Shredder 中文一称大只铁蓝 破地而出开始大肆破坏 随后成功抓住了老妖Mickey 并且把他吞了下去 剑刺情景老大达芬奇怒从心头起 入了像蛋鞭身 抄起双刀 开启了无双模式 等等 这段我给你换个BGM 啥都不说了 编剧女过来 老师就在抄没抄 没抄 这个爱的魔力专圈圈怎么解释 你一码相似度高达998呀 连这集标题都叫做Attack of the Mega Shredder 你还说你没抄 此处巨人乱入 致敬度十分 惊喜度十分 平均十分 好了 这一期巨人乱入的大盘点就到这了 你觉得这评选还客观公正吗 或者说你发现了什么 未上榜的实力选手吗 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其实光上一期热心市民们提供的线索 加上我自己后来是发现的 就够再做一期的了 所以若是本期视频 海内外收藏加点赞 能超过300的话 我就再出一期 求你们两家团结一点 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 别忘记订阅点赞收藏分享 我每个星期都会至少出一个视频 你的支持是我迈向一周双根的黑暗深渊 以及给两只猫买小鱼竿的唯一动力 我是安乐没饭 那我们下次再聊 이에写电视频 谢谢观看 观看 观看 思读 谢谢观看 观看 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